傳統一輩來講 嫁出去喝出去的水 當然如果是偶爾回來做做客 那都是歡迎的 但是這樣剛剛蔡老師講的 要帶個婚生子女回來 那又是不同的想法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如果是 有經濟利益上面的考量的話 後面想的就比較複雜一點 如果今天沒有經濟利益上面 除了都是考量到說我回來有沒有地方住 那種歸屬感 我覺得那個大家都商量一下都可以過去 因為現在到最後演變出來的結果就是 財產上面的利益 真財產 到後來真的是真財產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的房子真的就是 這就是說住久了就是我的 那住久了就我 對啊 暫避為王是不是 實物上嫌你嗎 不是這樣 尤其是這個房子是還在父母親還沒分產的時候 在整個就是當你漸漸的你的東西 其實你的主權慢慢被 被爸媽排除以外以後呢 爸媽的思考的邏輯 的慣性就會想說 現在什麼人大 他後我有年會 如果想到後事要處理的話 這間就他們 王子沒大 生兒子在這裡 當然優先就是給他 而且各位要想清楚 我們通常所謂的主廚 主廚都是家裡面最有價值那間 我們現在住一定最有價值那間 除非他們發大財再買一間豪宅 整個搬過去住 但是通常父母親還住在那個地方的話 通常都是最有價值那塊 所以父母等到女兒嫁出去 又回來想說 母啊你好了 那一間房子也會想說 就被哥哥拿走了 那兩間房子 最好的也是拿去 我那個小間的 就是外面做特幫 我去奔一間 所以心裡面的想法 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有美其民說 歸屬感 但是我比較現實一點 到後來還是投射到說 將來這個財產變動上面 他會認為他喪失了一個發言權 而這個發言權 你可以用歸屬感 或者是說阿媽你怎麼怎樣 我回來沒有 怎麼回來沒地方住 其實我認為那都是一個 那都是一個藉口